好啦 鄉親啊 我們繼續來看這個詞騙集團 真的這個頭角都發出 詞騙的手法是一直在繁新 甚至是折騙到民眾生外習慣的下手 台北市一個先生 日前來接到e-tech 也就是萬棟電修這個貴禄費 13 戶的保交統帝 這個先生也不懷疑 就提供信用卡的資深對方來靠錢 他一直在接到銀行的電話 才發現逃漏 入獎金四萬塊 要有更嚴重的就是 上禮拜才剛才推出的 專門破發現金 六千塊的定期望額 也已經來變成詞騙集團 詞騙的目標 全民普發六千元現金 您登記了嗎 還沒有的朋友 特別注意囉 像是收到這種附上登記連結的簡訊 千萬不要點 因為他們很有可能是 詞騙集團的釣魚簡訊 恭喜你 政府發放六千環稅漁民 如何快速領取 這是一個重點 在那裡恭喜你 先卸下你的心房 讓你覺得好像是真的 詞騙的電出費 出賣金 除了槍材看到用網路買東西 來外賣才提供個人資料 政府破發六千塊 也真正做 詞騙集團的心目標 其實線上登記好像才四百多萬人 就是因為民眾不相信政府的網頁資訊 所以他寧願不去做登記 他寧願等到最後一刻才要去郵局 再自己去親自去領取 詞騙集團是越來越唱唱 還會當鎮壓民眾的生活關係 台灣是一個 松仙氏三月 受的伊特克 要補六十三塊 過六塊的電出費 感到他沒什麼就怕信用卡的主信 想到水紅 詞騙集團 頭路要四萬 松仙氏 對這整件事 警察就說 剛才走遍 第一時間 在樓口一直有傲懵 也要來到 發出所報案 再讓科技 扣責購買來做受問題 透過經管會或經濟部 看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這個 宣傳的速度更快速 只要收到簡訊的連結 百分之八 九十 大概都會是詐騙的 要把網路地址刺下去之前 最好都愛心 問我最小 這要向片段說一說一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